花费了十几个小时之后 叶茨终于从绝望沼泽来到了古战场 古战场的怪物并不密集 不过每一个都是精英级 而且小boss也很多 他们的等级在两百级以上 就这样庞大的一块地图粗略地算一下 大概就有两千左右的精英 一百到两百左右的小boss 正是因为这里高级怪的集中 在未来这将是工会组队拉团打装备的 主要业外地图之一 不仅如此 这里还会经常刷出不少的宝箱 里面的东西都很不错 叶茨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捡骨头 并不是来打宝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打宝 所以保命是最重要的 他遇见怪物 远远地游荡来就躲开 实在躲不开的话 干脆就下陷几分钟 就这样 花了四五天的时间 他终于收集到了999具骨架 顺便还开了七八个宝箱 拿到了不少两百级的装备和技能书 真是多亏了那把万能钥匙 虽然这些装备现在没有人用得上 不过放在工会仓库里却是一个不错的宣传 屋形中告诉工会里的成员们 工会现在的实力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 又在古战场的地图上绕了几圈 他已经对于这块地图相当的熟悉了 知道怎么样才能绕过刷新点 也知道什么地方小boss比较多 什么地方会固定刷出宝箱来 所以他又开了几个宝箱 但是遗憾的是 最后一具骨架他怎么都没有找到 继续在这个地方绕下去似乎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叶茨决定还是回去问问刺锋 如果实在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话 再想办法好了 恩回到了绝望沼泽 叶茨再一次召唤出了刺锋 对他有些抱歉地说 十分抱歉 我的英雄 我在古战场里寻找了很长时间 只找到了999具尸骨 最后一位战士的尸骨 我实在是没有找到 你再想想看 您的战友们除了去古战场之外 还有去别的地方吗 刺锋露出了一副 有些吃惊的表情 过了好一会儿才叹息道 我的族人 你真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我们精灵都将以你为骄傲 说着他弯下了身子 轻轻地拍了拍叶茨的肩膀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然后他又笑着说 不 不用去找最后一具尸骨了 怎么 叶茨看了看自己的任务面板 不用找了吗 那么他的任务怎么还没有完成呢 刺锋点点头 摊开了手 因为最后一具尸骨就是我 叶茨微微一愣 阿后忍不住皱眉 原来如此 还好他回来问问情况 不然的话 他不是要在那里找封了 收下了刺锋的尸骨之后 叶茨将这一千具的尸骨 装在了包裹里 直接就回到了洪湖城 然后直奔 新人村而去了 新人村还是有不少新人的 但是比起一开服的时候 那种人满为患的景象 显然是少了不少 对于穿着斗篷的叶茨 新人们都不免多看几眼 有的甚至跟在他的后面 走到了村子后面 看着他将尸骨埋葬 依照塔姆拉的任务 最后将刺锋的尸骨 埋葬在了塔姆拉坟墓的旁边 直到这个时候 塔姆拉发布的任务 才算是完成了 叶茨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还没来得及 抚摸刺锋的墓碑 召唤他出来 就看见塔姆拉的灵魂 出现在了坟墓的上面 还没有跟叶茨说话 那些围观的新人们 一个个的都惊呼出来 原来在新人村的后面 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一时间奔走相告 围观的人数又提高了不少 感谢你 我的族人 你完成了我最后的心愿 我没有什么可以感谢你的 在我曾经的家里 有一件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可以去寻找一下 塔姆拉如此说 而叶茨也在任务面板上 看见了最后的指引 到位于洛基山脉的 塔姆拉故居 去寻找他留给你的礼物 又是洛基山脉 看来自己还是要再去一趟了 送走了塔姆拉 叶茨又抚摸着刺锋的墓碑 将他召唤出来 刺锋对于能够和战友们 一起回到家乡 显然是十分高兴的 他对于叶茨 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之后 又说道 我的族人 你去找我 不仅仅是为了塔姆拉的遗愿吧 我直觉感到 你去找我 一定还有别的事情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呢 叶茨摇眉 这些NPC的感觉 不要那么准好不好 自己还什么都没有说呢 你就已经知道 我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真是够智能的 不过心里这么想 嘴巴上当然不能这么说 他又朝着刺锋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然后才说道 是有那么一点事情困扰着我 我玄玄秘密找不到答案 最后只有来您这里碰碰运气 看看您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答案 哦 是什么事情 不妨说出来 我听一下 刺锋听到这个说法 很感兴趣 叶茨便原原本本地 将自己怎么找到神庙 又怎么看见了那个光环 又为什么需要那秉公的事情 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刺锋 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最后的解答 在这个期间 这里聚集的新人越来越多 他们看见叶茨一身斗篷的样子 虽然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少的等级 但是一定是等级很高的 所以多多少少都兴起了 想让他带着炼吉的念头 可是又看见 他在和一个鬼魂一样的NPC对话 便知道他在做任务 他们又不太敢上前去 只能摧拥在他的边上 继续围观着 刺锋听完了叶茨的叙述之后 微微的有些诧异 你说 你发现了多亚王的衣冠种 是的 你怎么知道那里是衣冠种呢 我有一个法师 曾经在那个墓园里 打开了利拉提提的坟墓 里面只有利拉提提的衣物 我想 既然他们都埋葬在一个墓园 规格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大胆地推断 那里就是多亚王的衣冠种 刺锋听到这个说法 微微的一尘音 阿厚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好像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之中 精明神庙啊 曾经我们在那里蒙世出战 跟着伟大的多亚王 那是多么辉煌的过往 就算是我们最后都没能活着回到家园 可是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为了我们的理想 为了我们的种族 为了这块大地付出了最宝贵的东西 他说到了这里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真是怀念啊 让我想一想 那个光环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着他便闭上了眼睛 陷入了沉思之中 叶茨不说话 站在他的旁边静静地等待着 而这时 有几个胆子比较大的新人 进上前来跟他打着招呼 然后很主动地说明了来意 叶茨对此微微有些诧异 他转眼看了看周围的新人 他们都在这里围观 而对于那几个 敢于上前和他搭话的新人 无不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不过 叶茨从来都不是 无偿做好人好事的主 虽然这几个新人 还是真诚 他还是摇头拒绝了他们 并且奉劝他 作为新人的时候 不要总是盲目地让人取代 这样会浪费掉 你锻炼技能和走位的机会 而到了后期 如果你的走位不好 会连累你的团队 这样不是太好 几个新人 见叶茨这么说 多数都有些不平 他们愤愤地离开 围观的人也轰散了不少 只有一个精灵战士 还站在叶茨的面前 冲着叶茨说 走位真的很重要吗 叶茨看了他一眼 对于他选择的职业搭配 有点惋惜 精灵体质清灵 而且先天是命节高 体质低 选择精灵战士 似乎有点鸡肋 不过 如果能好好磨练的话 也不见得就不行 毕竟 没有垃圾的职业 只有垃圾的玩家 他点点头 是的 很多时候 精准的走位 不但能救你的命 还能大幅度地 提高你的输出 听到这一点 那个精灵战士的眼睛一亮 惊喜地看着叶茨 真的吗 真的能提高输出吗 我当时进游戏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选错了职业 所有人都说 精灵战士是废柴 我很沮丧 走位真的能够弥补这一点吗 叶茨望着他真诚的脸 微微一沉阴 然后诚实地回答 说实在的 精灵并不是战士的好种族 人类 矮人 兽人 才是战士的好种族 但是 这并不代表着 选择了精灵战士就是废柴 精灵天生最高的属性是敏捷 敏捷影响着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和暴击 现在你这个战士 想坐梯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 如果做DPS的话 也不见得不可以 因为 每次升级加点 系统会分配给力量和敏捷 这样 你的速度和暴击 就会比同等级的其他种族战士要高 所以 你在装备上 多注重力量的堆积 最后 再加一点体质 如果练好了走位 你甚至可以成为 一个团队里 数一数二的输出 那个精灵战士听着叶子的话 越来越激动 越来越兴奋 谢谢你 因为他看不到叶子的面孔 也不知道叶子的名字 只好称呼他为高手 高手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觉得 我又充满了希望 要知道 我差点都想废掉这个号了 恰好这个时候 刺风已经从沉思里面回过神来 叶子面对那个精灵战士 点点头 再摆摆手 试一字迹 还有任务 那个精灵战士 点点头 默不作声地站在一边 我记起来了 当年 多傲王在离开之前 将那把弓放进光环里了 不过 他是怎么做的来着 刺风 微微一顿 阿后 又点点头 对了 多傲王 有五支剑 这五支剑 分别是五种颜色 有五种魔法伤害 并且可以自动飞回来 他当时将这五支剑 插在了圣台前面的祭坛上 然后 那个光环就消失了 他把弓放了进去之后 将五支剑又拔了出来 那个光环 就又恢复了 五支剑 叶子 微微一扬眉吗 是的 我记得 塔姆拉 交给了你一支 猛毒之剑 就是其中的一支 如果你能找到 其余四支 那么 就能打开 那个光环了 谢谢你的指点 我的英雄 叶子得到了答案之后 便行礼 跟四分告别了 他刚准备离开 却看见那个精灵战士 还站在身边 他翘了翘眉吗 怎么 还有事情 高手 你那么厉害 能不能做我的师傅 我不用你带 也不用你给装备 只要时不时地 给我一点点指点就好了 那个精灵战士 十分真诚地 向叶子请求着 叶子望着 那个精灵战士 摇头拒绝 抱歉 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关系 如果你想提高的话 就自己多多地 琢磨锻炼一下 只要你愿意 六十级了 可以到洪湖城的 天天向上工会 找及时雨 让他收你入会吧 天天向上 那个精灵战士 精神一震 他瞪大了眼睛 看着叶子 难道高手 您是公子幽 叶子没有回答 只是转身 朝着他挥了挥手 期待你的到来 我会的 那个精灵战士 如此认真地说道 而叶子 却并没有将这件事情 当成一回事 倒不是他已经高傲到 悟空一切的态度 而是 现在心人这么多 谁知道中间 有没有混杂着 盛世的间隙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五支剑 自己手里有两支 刘年手里有两支 剩下还有一支 寒冰之剑 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他想了想 决定还是联系刘年 先把他那两支接过来 而寒冰之剑 也可以问问他 有没有什么头绪 两个人的力量 正就要比一个人的力量 强悍一些 既然打定了主意 他就朝着中部大陆的 英雄城飞去 还没有抵达英雄城 叶子也还在空中飞着的时候 就听到系统消息到了 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堆 无非是让玩家快点找地方下线 因为马上就要进行资料片的升级 叶子皱起了眉毛 他前两天看官方的时候 还没有说要发布资料片呢 怎么那么快 这个忘江南在做什么 当然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现在在空中飞着 让他去哪里找地方下线 可是又不能这么干耗着 如果现在不下线 一伙系统自动关闭的时候 说不定就给人物回党了 叶子左右犹豫了一番 还是在半空中下线好了 反正一会上线的时候 就算老六已经回到了宠物空间 他呢 也有娱乐书的戒指 倒是不怕摔死 下了线 叶子立刻爬到了电脑上 开始对于这次资料片的内容进行查阅 这次资料片 是忘江南扛顶命运主策划以来的 第一个资料片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资料片 这个资料片的成功与否 关系着忘江南能不能成为 名副其实的命运主策划 如果说原来 叶子还很肯定 忘江南就是命运的主策划的话 那么现在 他其实心里也有点打鼓 毕竟他这只西伯利亚蝴蝶 煽动了一下子翅膀 在这一世的很多东西 都和上一世不尽相同了 或许他给了忘江南很多鼓励 可是他倒是比忘江南还要紧张起来 这次资料片除了常规的开放了更多的副本之外 增加了一个时空漩涡 通过这个时空漩涡 可以去到另一个神秘地图 这是上一世所没有的 所以叶子在看到这个的时候 也颇有兴趣 这些之外 这次的资料片 对于一些原有的内容 也有很大的变动 首先 降低了生活玩家 练习熟练度的难度 但是 却提高了各种配方的珍贵程度 配方除了boss掉落 做生活任务也可以得到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 更多的人进入游戏 其次 对于新人 开展了一系列的帮扶制度 以帮助新人 更快地适应游戏 也和老玩家们 拉近装备上的距离 第三 大规模地开放了要塞系统 各个大陆上的要塞 都大幅度地增加 工会可以对于空的要塞 进行占领 而对于其他工会的要塞 可以进行宣战 最后 这次资料片开辟了隐藏种族 所谓隐藏种族就是 现有的各个种族的变异版 属性更好 还有专属的技能 这次资料片开辟了 这次资料片开辟了